说起古装男神,想必大家第一印象就是天涯四美 焦恩俊、张智瑶、古天乐、苏友鹏、谢霆芬、黄海斌、胡哥等等 那个时代简直就是神仙打架,随便推一个出来就是妥妥的男主 至于新晋古装男神,比如肖战、任嘉伦、陈毅、楼云熙、杨阳、徐开等 虽说颜值演技俱佳,但和以上男神比还是有差距 希望他们都多多磨练演技出家做 而我们这次的男主就是陈毅小哥哥 当然其他演员也很优秀,可以之后再续血 出道九年无人质低落时期,让人心酸 后中坚定性心灵自我 陈毅,原名富士奇,出身在湖南怀化的一个中等家庭 后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又是既调皮又可爱 邻居经常说这孩子跟个小姑娘似的 深受父母和同学们喜爱 长大后凭借自身不断努力考入中央戏剧学院 和马可、蓝莹莹、高伟光是同一届 21岁在机缘巧合下出演 唐公美人天下中的侍卫冯小宝 从而正式踏入演艺圈 此后的三年和新直垒有过三次合作 期间,涉及喜剧推理悬疑巨威电影等 直到15年青云制的播出 才让他开始展露头角 但也仅仅混了个脸书 因为没有什么名气 就连行程图都不一样 别人大都是只写出参加活动和时间 而他是地址都被写得一清二楚 具体到哪条街道哪栋楼 公司应该想通过这种自爆行程的做法 来吸引粉丝大没有作品只能说非常惨淡 后来在参加一档节目时 陈毅鲜少爆出成长过往 曾经有位导演跟他说 你这辈子都不适合演戏 比做演员趁早转行 就这一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其内心 也可能是自己做的还不够好 于是从那之后陈毅疯狂磨练演技 不为别人只为自己 他要证明我是可以的 怒海前沙 情令神术就是其经验之作 一人分饰两绝出演淡然冷漠的 小哥张启麟和热血男儿章不逊 两个角色都演绎得非常完美 且毫无违和感一点都不串戏 前者命硬浮薄原浅情深 他从来不是无所不能的神 可想保留一点点自己珍惜的记忆 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痛苦 诚意版的小哥让我惊喜的是 不曾有过的烟火气息 因为张启麟作为神之前 他首先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其次与铁三角的互动 和无邪的羁绊大家都看在眼里 双向奔赴的情感才更令观众动容 至于后者则是一个满腔热血 胸有抱负重情重义 一心为国为民的人物形象 紧接着陈毅连拍三部作品 分别是山河月明 长安诺 迷居破之身前 除了赤诚直帅爱恨分明 敢于勇闯虎穴的肖成旭 已经和大家见面 另外两部都还未播出 期待定档值得一看 因流离一炮而火 十年竹闷终成功 今不忘初心续篇章 而要说起陈铭之作 莫过于二十年火爆全网的 古装仙侠剧流离 该剧两位主演对于角色的诠释 让无数网友和观众都十分惊艳 初遇夫妇或许已成天花板 他们之间时生时世的爱情经历 从青涩门董到刻骨明星 对人物内心的揣摩极为精准和到位 几处经典高能名场面 更是让人拍案叫绝 那动作和眼神戏堪称完美 一般人还真演不出来 由此诚意演技 不仅得到网友的一致认可 就连原著作者都对他非常满意 斯凤属于是少年狼类型 初期青涩少年气十足 内心温柔 且对感情专注如一 诚意的清雅和高冷气质 很符合斯凤的设定 林家少年狼 武功高强 鲜有敌手 但在遇到爱情后 却全都变成了温柔和守护 他曾把所有的爱押 在一个人身上堵了十世 前九世都只得到了一颗痣 第十世斯凤 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了玄机 可想而知内心有多坚定 有多么爱他 有网友表示 陈毅真的眼活了与斯凤 不多一分不少一分 让我相信他就是这么一个心怀天下 清风即月的少年神明 十年竹梦多年的折服与陈殿 刚好和斯凤不弃而喻 所以说演员与角色有失也是种缘分 他们是相互成就共同成长 而如此认真的陈毅 也会有让人意想不到的一面 就在2月5日 陈毅在一天之内就收到了两个热搜 真怀疑陈毅的耳朵 此刻是不是疼了这么被人挂念 更巧的是 同时挂念陈毅的分驴子 王沛 老师和蔡文静都饰演过电视剧底线 特别是王沛 饰演的乔大壮 在戏里与陈毅饰演的周一安 有过一段精彩的对手戏 难怪分驴子 今天在直播间毫不吝啬地大赞陈毅 她说陈毅老帅了 长得白白净净 性格好在片场与演员们 打成一片尊重老演员 这边分驴子刚夸完 那边蔡文静就抱起了陈毅的小料 没想到蔡文静一说把何炯笑趴了 原来世界上还真有这样活在旧社会的人 而且还是一个90后 陈毅是一个不怎么用手机也不太上网的一人 蔡文静以前好几次打电话给陈毅 陈毅的手机都提示欠费蔡文静百思不得其解 现在还有人手机欠费欠那么久都不充的 不仅欠费陈毅的手机也不连网 即使半个月一个月没网 她也不去修 有时急用就去找朋友分享一下热点 蔡文静透露现在陈毅生日 她就先给她手机充电话费 然后再发生日祝福比较靠谱 怕祝福因为欠费说不到 没想到陈毅私下竟然是老干部 不过这也说明陈毅是一个专注力极强的演员 现在这个时代谁能离开手机 不依赖网络 不受外界纷扰的影响 好好演戏努力工作的陈毅值得我们期待 陈毅曾表示自己最欣赏私奉的特性是不悔 做事情不求回报 用心爱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未来的路还很长唯有用尽心力去诠释 才算没有辜负每一个角色 所以当陈毅遇上与私奉 爱与救赎的火种在她心中深深埋下 终究迎来了破土而出的当下 剧中的私奉温柔又隐忍 剧外的陈毅在粉丝眼中 则是个可爱的憨憨大男孩 日常喜欢健身和美食 只要内心坚定一件事就要把它做好 相信自己这也是她从低落师走出来的秘诀 她清晰的懂得成就越高 付出越多的道理 所谓的红也好流量也罢 代表着大众对艺人的肯定和认可 就是这么随缘的陈毅 近日更有消息传出有私生子 微博网名陈毅和董小姐留夜的私生子 博主爆料陈毅有私生子 这个人2022年10月注册微博 12月26日就开始发布爆料陈毅私生子 到目前为止一共发了三条微博 言之凿凿 陈毅和刘夜有私生子 陈毅以后都不会参加湖南卫视跨年晚会 就是因为有孩子妈妈在 也许该博主还不知道刘夜已经辞职 离开湖南卫视 有网友好奇询问该博主怎么知道的 结果怎么着 真的是惊掉下巴 该博主回答网友称 我确实没有证据 但我说的事实话是我算的 我会算点去年偶然算到的 跟他有恩怨 逻辑混乱又言之凿凿 陈毅有孩子 竟然是算的还是去年算的 不知道是不是一下子神魄附体了 简直是不可思议 正常人谁会干出这个 离谱的是 该博主回答网友是否和刘夜有仇称 我不是刘夜 也跟刘夜没有仇 跟陈毅有恩怨 我是他想要遮掩又爱护的人 他宁可这样毁了自己 越是这样我越烦 他不肯告我 所以我只能这样通过很多人知道了 他越不肯告我 越是真的我的目的也只有这个 我和他不是那种关系 是他一厢情愿 我要结婚了 我是他想要得到又得不到的人 分言分语 疑似精神状况有问题 陈毅也是倒霉 原本已经够低调了 天天忙着拍戏 还被这样一次精神不太正常的人追着造谣 不知道工作室会怎么维权 真告白说不定真是精神病人 不告白神神叨叨的看着隔应 不过可以举报他禁言 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 建议工作室不要告因为这样的事 造谣的人自己都承认是造谣的了 网友也都不会在意 何必为这样的人博流量 陈毅粉丝也是开启了丧命模式 掐指一算自己会和陈毅结婚 掐指一算会和陈毅生孩子 还真生二胎三胎活生生 把谣言变成了喜事 也是没有谁家的粉丝会这样反黑了 最后瓜姐怨陈毅 一切顺利 做自己就好 我们会永远支持 我们会永远支持明镜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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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 눕